第1171章 无限召唤 一听说有升级的办法 大家立刻来了精神 这是一个朋友发现的 他在打完副本的时候 不小心遇见了一个铁怒召唤师 当时因为有急事 所以他并没有杀死这个铁怒召唤师 处理完事情之后 他回到副本才发现 这个召唤师被卡在了一处缝隙里 当他看到我这个朋友的时候 他就疯狂地召唤火元素 陆离杜撰了一个所谓的朋友 实际上这个bug将来也确实是这样被发现的 只是发现的过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而已 如果不是荣耀之都这次升级太快 陆离也不想这么早就去碰这个bug 因为很有可能把bug给搞没了 最近这几天应该有一件大事发生 这件大事对游戏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玩家们并不知道 陆离也是后来才隐隐约约地听一些人谈起 那时候已经是一年多之后了 这件事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即便听说了都觉得只是一个 笑话人工智能接管游戏 游戏公司是闲命长了吗 但是陆离不确定 人工智能接管游戏究竟是哪一天 在那之前游戏公司都还有干涉游戏的权利 如果游戏公司发现裁决之剑的人用bug练集 依照游戏法的相关条款 他们没权利去惩罚裁决之剑 毕竟游戏出bug那是他们做的不够完善 可是他们却可以立刻修正bug 大家的CD都还没用吧 陆离问 今天才第一天哪有这么快 我现在就去叫人 跟号三兴奋地说道 唉 可惜我不是战斗人员 不然我也想进去看看 我一直都觉得曙光已经做到游戏的极致了 居然还有bug猫霸一脸的遗憾 他虽然也玩游戏 但是等级并不高 而且现在的情况 也不允许他进入副本占用一个宝贵的名额 任何游戏都有bug 不管什么时候 陆离说道 即便是人工智能接管了游戏 依旧会出现bug 有意思的是 这个大型智能计算机群组的工作原则是游戏健康运行 有些bug虽然也会让小部分人活得方便 可一旦他不认为 这种bug能够对游戏产生负面影响 他就会选择无视 现在陆离等不下去了 看着被调集过来的队友们 陆离只能说 能生多少是多少吧 最起码不能让荣耀之都的人超过他们三级以上 15个人 赛首自然不用多说 盗贼陆离 牧师三月雨 活发肥猴子 萨满洛英回忆 战士月光 树士猫猫爱吃肉 圣骑士木秋 七个赛首都要进去 主题自然是蔚蓝海风 治疗的话是三月雨 小八将 外加木秋 因为要打前面几个 boss 小红手残梦 自然也是要带着的 芝麻馅 汤圆 花底 离请两个强力输出 飘灵一听说 可以不用动就能升级 立刻也跟着来了 这样一来 就有13个人了 最后就要根据副本的情况 来搭配人员了 既然是 Bog刷经验 那法师 自然是越多越好 诺宇虽然是活法 但是群伤技能也非常不错 而且陆离 很相信他的人品 知道这个人 不可能把Bog的事情 透露出去 所以这第14个人选 也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最后一个名额 陆离确定了 结尾卡 结尾卡 暗影牧师 更好三线势力的朋友 也是星月公会里出来的人 在星月公会经常性的 副本和野外 BOSS战中 他经常是输出榜单最高的那个人 即便是在已经形成 俱乐部规模的裁决之间 此人的输出 都是有名的高 更让陆离确定 就选他的更重要原因 其实是因为 他有一件装备特效 是被动回篮光环 可能持续为队友们 恢复一定的魔法值 这对于炼击刷怪来说 简直就是神器 结尾卡在 裁决之剑就是香波波 任何炼击队伍 都求着他跟团 不过他是肥猴子固定团的人 基本上都是跟着肥猴子混 15个人进本 一路横扫 很快就达到了 安格福将军 这里 可惜的不是首杀 自然就没什么太好的收获 就只得了一件 属性只能算凑合的 法系传奇装备 最终给了诺语 安格福将军 也要杀掉 但是 有一个小怪不能杀 会在杀BOSS之前 漏掉小怪的队伍不多 这也是BOSS不容易被发现的原因 尽管这个铁怒召唤师的位置 有点偏了一些 这个BOSS真正被发现 是在很多玩家 到了60级的时候 等级和装备的提升 才让玩家敢于无视 这些可杀可不杀的小怪 而现在的黑石深渊 其实还处于开荒阶段 能够如路里 这样一路横扫的队伍 只存在于大型俱乐部之中 那个衣服背后有花纹的 不要杀 路里指着角落里 一个面朝墙壁的怪说道 这个怪的奇特之处 除了衣服 和其他小怪不一样 姿势也挺奇特 其他人都是站立不动 或者到处游走 只有他跪在的上面 朝墙壁上刻画的一处图腾 按照游戏公司的本意 这个怪物 已经会牵扯到一个任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又临时取消了 他只是一个普通精英怪 玩家 想要杀他其实是很容易的 而根据小怪仇恨的法则 很容易就在 打其他小怪的时候 拉倒他的仇恨 引过去 顺手就A掉了 现在路里 要求大家不要杀他 自然也不是难事 Boss杀掉之后 路里就开始 引着这个铁怒 召唤师溜达了 其他人 则被他安排到 墙角的位置 站着 这里 一般来说 都不会吸引到仇恨 这个位置 其实没办法解释 只能说是路里 上周自己探索到的 任何游戏都存在Boss 也都是玩家们 辛辛苦苦的 一点点试验摸索规律 第一次的时候 路里并没能拉住 铁怒召唤师 他不得不消失隐形 重新卡关 然后是第二次 第三次 一直到 大家都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那名召唤师 踩在安格福将军旁边的 狭缝之外 进退两难 这里考验的是 怪物位置姿势 还有他与路里之前 所产生的视野范围 看到路里亭 在指定位置后 铁怒召唤师 迎唱咒语 召唤出了一群火元素 数量大概是25只 看到这么多只怪物 路里简直要给自己点赞了 这个Boss并不难卡 可是卡出来的结果 却并不完全相同 大约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六指怪 数量不多 一般的队伍 可能会觉得满意 然而路里他们 这么多的高手 恐怕六指怪 根本就不够他们打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 十二指怪 普通玩家 很喜欢这样的数量 不会有危险 经验值也很不错 25只怪是最难卡的 普通玩家 也并不喜欢 这样规模的怪物 这种结果 不仅召唤出来的怪物 比较多 召唤出来的速度 也更快 往往是这波怪 刚刚跑到路里面前 新的一波怪 已经被召唤出来了 而且数量不变 还是25只 普通玩家 在这里刷经验的时候 常常满无子的怪 一不小心就会团灭 路里他们不怕 裁决之剑 最精锐的力量 几乎全部集中在这里了 蔚蓝海风 和飘铃两个人 一起拉怪 花底离情 肥猴子 糯鱼 猫猫爱吃肉 芝麻馅汤圆 都是非常强力的输出 打这种怪 只要放技能就行 小八将 有全团回栏的饰品 结尾卡 有全团回栏的特效 木秋 有全团回栏的光环 只要大家稳着打 几乎不需要停下来 休息回栏 对了 洛英回忆这个萨满 也不是吃素的 他回栏的手段 更加有效 治疗更加没有什么压力 蔚蓝海风抗怪 简直让路里感到惊喜 这种55级的普通怪 打他 几乎没什么伤害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 怪物的经验值也不算多 毕竟只有55级 而且还都是普通怪 单个怪物 给的经验值 比野外的同等级怪 也高不了多少 但是在这里炼击 却绝对比荣耀之都 当初在索兰萨尔废墟 更加效率 因为怪物被召唤出来的 实在太快了 一次25只 这边刚杀完 立刻就有25只跑过来 大家根本就没有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这种练击方式 并不是太累 大家几乎就是 站桩释放技能 只是时间长了 精神就麻木了 到最后 大家甚至连聊天的兴趣 也没了 就这么麻木的丢技能 丢技能 只有某一个人 升级了的时候 大家才会精神稍微好一点 各自去看自家的经验槽 还有多久才能升满 计算着自己 今天能够升到多少 第1172章 智能 陆离站在那里不能动 至少不能大范围的移动 不然召唤师的视野中 看不到 他可能就会停止召唤 这里输出太强力 他也不一定非要参与输出 于是就有了时间 给水精灵讲述这个 bug的要点 在同一个位置的不同副本里 水精灵带着 威宇格的赛手精英们 也在卡这个bug 陆离没想过 独享这个秘密 不是说他有多大方 一来威宇格是盟友 本身就应该共享一部分资源 二来 就是接下来的比赛中 威宇格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碰上荣耀之都 想指望他们 战胜荣耀之都不太现实 毕竟威宇格单独的实力 比血色战棋都要弱一件 只有加上无双城 他们才能稍微占一点上风 如果看赛手素质的话 那还要再弱一件 陆离希望的是 威宇格能够逼出荣耀之都的潜力 让他看看 这只猛虎 究竟藏了多么锋利的爪牙 可以说是无力不起早吧 陆离其实就是一个俗人 就算对一个人有好感 也不可能真的把身家性命 都交付过去 真要那样的话 他和陆星早就死在十年之前了 水精灵卡Bug 就没有陆离这么利索了 只能他这边录像拍视频 然后让陆离看了之后 进行修正 好在这妹子冰雪聪明 总算是卡成了Bug 虽然只有十二只怪物 为了最大效率的炼击 他们十五人的队伍 退出去一部分 只留下了MT和赛手 他们的主题仓水 长哥是熊T 可以说是最适合抗这类怪物的防御职业了 等玩家六十级选择专精天赋之后 就有走防御路线的 也得来这里 专门带玩家练击 配上三个法师 一个治疗 带着十个人一天差不多能够升一级 这完全是野外不可想象的速度 只可惜 现在陆离总觉得这个Bug要完了 以后 新手就只能硬着头皮 在外面抢怪了 等级榜上一群人都在拼命地练击 可见荣耀之都这几天刷经验的举动 刺激了太多人 但是今天的主角 注定不是他们 哦不 上半天的主角是他们 毕竟荣耀之都和血色战旗爆发大战 双方 火拼各自损失上千人 而且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你方畅霸我登场 下半天的主角 就是裁决之剑了 从单位时间来看 他们的升级效率 要远远地超过了荣耀之都 所以只要是关注排行榜的人 就都发现了 他们升级的速度有点惊人 一开始 大家还不确定 或许是他们 找到了什么连环的升级任务 也说不定 可在 怎么涨的任务 也不可能连坐两天 而且经验值一直不断地涨 排行榜上荣耀之都那火人 已经清一色的56级 等级高的 甚至已经快要 升到57级 微语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等级蹭蹭蹭地往上涨 其他俱乐部 顿时就坐不住了 一个个各种途径地蜂拥过来 想要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升得及 现在大伙无比地增恨系统更新 把查坐标的功能取消掉 想用查坐标的方式 知道这些人在哪都不知道 但是也有脑洞比较大的人 比如论坛上 那位字号诸葛先生的家伙 还真有两把刷子 他说从裁决之鉴升级的人数来看 最开始的时候是15人 第二波也是15人 第三波也是 也就是说 他们是15个人一批次去升级的 目前符合这种人数的地方 最有可能的 显然就是黑石深渊 如果是黑石深渊的话 一个副本没有那么多 怪让玩家一起升级 也升不了这么快 所以诸葛先生估摸着 这个副本里可能出现了Bug 不管是裁决之鉴先发现了Bug 还是威宇格先发现了Bug 总之 他们走在了大家的前面 无数人支持他的论断 还有人强烈要求裁决之鉴共享Bug的攻略 大家都是一样的玩家 凭什么你们自己独享 作为联盟的一员 作为华夏区的一员 作为一个大俱乐部的核心巨头 陆离必须要给大家一个说法 陆离甩都不甩他们 然后又有人放话了 如果陆离迟迟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 他们就去向游戏公司举报 就说黑石深渊里面有Bug 换作一般人可能就吓坏了 直接公布Bug出来也不是没可能 但是陆离却深知游戏圈的这些陋习 只要没到山穷水尽 就不太可能有人去举报Bug 按照根号三的说法 那就是现在已经有无数人进黑石深渊 找Bug去了 所以陆离不担心 等这些人找不到Bug真的去举报 最起码也是好几天之后了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荣耀之都 众人确实派了不少人进副本 但是肖默对此却并不太过于热衷 他在一边练及 一边接见狂风军团的会长 平凡人生 平凡人生其实一点都不平凡 据说他曾经是一个天才的游戏圈赛手 只是状态不断地下滑 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 可能在赛场上混下去了 所以游戏圈的人 在吐槽别人起名字的时候 就经常会说 别给自己取那些不吉利的名字 不然的话 你早晚会像平凡人生那样 真的平凡一辈子了 然而世事难料 走了下坡路的平凡人生 并没有被他的老大肖默抛弃 于是狂风军团 这个当时就已经非常强盛的俱乐部 换了新的领袖 平凡人生既是俱乐部的队长 又是工会的会长 等到进入曙光之后 招揽了宁氏 他就把俱乐部队长的位子给了宁氏 老大 这样不行啊 平凡人生哭丧着脸 四强争霸 在裁决之间 荣耀之多 威宇格和狂风军团四家俱乐部当中展开 现在怎么看狂风军团 都是打酱油的 因为他们的赛手普遍都没五十六级 等级低旧 加油练 别整天想着心存侥幸 肖默淡淡地说道 手上释放技能的动作丝毫不停 我打算着是不是花点钱 找个中间人去把bug买过来 反正俱乐部的账上还有不少钱呢 平凡人生希望能够得到肖默的支持 这毕竟是和他们当前最大的对头去做交易 不用了 我已经让人去联系游戏公司举报了 肖默浑然不觉得自己这话 会对平凡人生带来多大的冲击 老大呀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平凡人生的职业是盗贼 而且从来没放弃过练剂 此时愤怒萦绕胸口 忍不住挥动着匕首 把一只怪给打得栽倒在地 反正他是没胆量去打肖默的 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 不然你打算花多少钱去买这个bug 肖默示意平凡人生不用说了 他叹息道 平凡啊 你别忘了裁决之剑 现在最缺什么 那点钱在咱们这里 或许只能发挥一点作用 可是一旦被裁决之剑拿到了 那起到的作用最少十倍百倍计 以后做决定的时候 多动动脑子 平凡人生脸色涨红 愤愤地剁了一下脚之后 掉头就走 连个再见也没说 肖默知道他就这脾气 所以也不生气 而且他知道 平凡人生一定不会违背他的命令 他现在就等着游戏公司出面 把Bob给封掉了 其实游戏公司此时也很憋屈 这几天 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测试智能计算机群组 让这个庞然大物接管游戏 一旦成功了 那投资界的大佬们 一定会打了鸡血一样的 把钞票砸过来 只是谁也没想到 关键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他们二话不说 就直接把bug给封掉了 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一边说 要让智能计算机群组 接管游戏 一边又如此的人为干涉 那些大佬们的考察组 已经在一边看着了 动这么大的刀子 相瞒都难 最后还是有位高层站出来 一语惊醒梦中人 没有绝对自由的游戏 任何游戏 都必须在监控之下运营 不然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 敢把钱投到咱们这里来 我们所谓的 让智能计算机群组接管游戏 其实就是换了一种说法 这些智能计算机群组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 它的工作原理 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吗 投资者们又不是蠢货 你们难道真的以为 他们不知道 这里面的猫腻 把这件事情 交给智能计算机群组 就看它怎么处理吧 现在再也没有用事实 来说服那些金主们 更有效的方式了 于是 这个bug便被提交给了 正在接受测试智能计算机群组 然后所有的高层 包括获准参加项目研究组的 投资方代表 都在监控室里 亲眼见证了智能计算机群组 对第一次危机的应对 智能计算机群组处理问题 最大的优势就是 快 不向正常人要去查证 确认了之后要讨论 写出一套解决方案之后 要去找领导审批 领导呢 或许还要让相关部门 进行风险评估 等到真正把事情解决掉了 估计都好几天过去了 陆离其实就是 算准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敢启动这个bug 只要给他几天的 时间 他就能缩减掉 团队和荣耀之都那些人之间的 等级差距 至于到时候 游戏公司怎么处理 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但是智能计算机群组 完全不一样 当程序提交过去之后 几乎是一瞬间 就完成了查证确认 方案制定 启动实施等多项步骤 直接表现到陆离他们所在的bug点 就是他们猛然间发觉 召唤师召唤出来的怪物数量 不对劲了 陆离他这两天卡出来的 都是25只怪 可是召唤师新召唤出来的 都是12只 足足少了一半 和之前比的话 效率降低了整整一倍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升级速度 顷刻间就慢了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动了吗 蔚蓝海峰困惑地问道 应该不是 我问问其他的 队伍都怎么样了 陆离发信息一问 立刻就验证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这个bug被改动了 只是改动的方式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吗 游戏公司一般的处理方式 不都是直接封掉吗 而此时的游戏监控室 死记了片刻之后 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就算有一些看不懂的人 也不能表现出不懂得样子 于是也跟着鼓掌 不过他们很快就弄懂原因了 运营部的主管上去 解说了这次bug处理的奥妙之处 智能计算机群组 不觉得这样的bug 能够威胁游戏生命力 于是便缩减了召唤师 所能够召唤怪物的数量 从原本的25 12 6支 突然直接就缩减到了12支 6支 3支 这样的话即便是bug还在被利用 可利用bug的人获得的收益 甚至连在野外多都没有 那这个bug就纯粹是摆设了 比游戏公司之前 动辄大概要温和得多 也更容易被玩家接受 至少陆里就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智能计算机群组 莫名产生了许多敬畏心理 他对大伙说道 算了 随便刷刷吧 和野外打怪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里最起码不用和别人抢怪 但是这样一来 陆里他们狂飙的经验值就被遏制住了 到这一天游戏时间结束的那一刻 陆里也还差一点才升到57级 等级最低的月光 则还需要差半级多一些 其他人也就几个法系比陆里等级高一些 但是超过了57级的人 就只有花底离情了 第1173章 哥又要开挂了 第二天陆里竟游戏晚了一点 他带着陆星去精灵室做了复查 陆星的恢复效果惊人 毕竟年纪小身体素质也不错 正常人一样了 只是医生建议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 更先进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 好在不管裁决之剑多么穷 陆里已经不差给妹妹治病的钱了 上了游戏之后 迎面就是一个恶号 荣耀之都一定是疯了 刚好三脸色阴沉 这位老哥一旦出现这样的表情 那就代表事情很严重 他们做了什么 陆里从来不会轻视荣耀之都 但他也不至于有多害怕 毕竟他刚刚才赢了人家一次 而且等级上的差距已经基本拉平了 荣耀之都想压裁决之剑三级无一作梦 再说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裁决之剑今年刚成立 就算落入 下风也没人说他们不行 有好几个工会在赌 咱们的人 我估计都是荣耀之都请人干的 更好三苦涩着说道 虽说他们有一定的实力了 可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还是显得非常无力 不是说裁决之剑的人不敢打 作为一个工会领导人 更好三首先想到的是 打下去的话有什么后果 如果没有什么非常吸引人的好处 打的话就必须考虑 会花费多少钱 大家上去拼令遭到了损失 工会总要出面一丝一丝 不然长辞以往 大家的心就凉了 练集的话就用Bob 反正也不比外面经验少 而且非常的效率 陆黎说 这个我当然知道 关键是这样 咱们还怎么打野外BOSS 黑石深渊很难出传奇装备了 按金装备对赛手根本没啥用 更好三很发愁 昨天今天几乎没抢到什么野外BOSS 野外BOSS比副本BOSS难打 而且很多人抢 但是掉的东西绝对比副本BOSS好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他这个裁决之剑 大总管算是操碎了心 这样啊 确实是个问题 他们估计是觉得等级拉不开了 于是开始在装备上下功夫 咱们的装备差了不少 技术又不见得比荣耀之都 那火人好 有点难办 陆黎柔柔脸 一时半会 他也解决不了野外BOSS的问题 没被人发现的 BOSS当然有 可是打起来实在太难 裁决之剑时间太短 人员终成与否 还不能尽兴 如果打到差不多 被人摘了桃子 绝对比没BOSS打根憋屈 荣耀之都还真干得出来 至于把威宇阁和无双城 一起拉过来 对付荣耀之都 也不是不行 只是这样以来 冲突就升级了 恐怕荣耀之都就等着这样 把他们一起拖下水呢 这里就咱们两个人 陆黎你给我透个底 咱们如果对上裁决之剑的话 有多大把握 跟昊三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陆黎沉吟了一下后 回到 几天之前 我觉得 咱们有七成胜率 看到了肖默和西山白的装备后 我觉得 咱们只有四成的胜率 如果他们 真的全身都是传奇装备的话 那最多就只有两成了 再严重一点的话 如果都换成 六十级的传奇装备 那咱们 就没任何希望了 操 不管了 拼就拼吧 我去想办法弄装备 不行 我就拉下脸 去各大俱乐部去见 跟昊三有一点心急 三哥 别傻了 陆黎连忙拉住他 不是是 你怎么知道没用 我觉得大家一定不希望 荣耀之都拿冠军 跟昊三不服气 他们当然不希望 荣耀之都拿冠军 但是他们更不希望 咱们拿冠军 不信你随便找个俱乐部去试试 我保证他们 连找拒绝的理由都懒得着 其实跟昊三也不是想不明白 他只是被陆黎那不算缩减的 获胜概率 给刺激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估计无双城 现在也不会借装备 除非咱们下一场 就对上荣耀之都 跟昊三颓然地 坐回椅子上 干脆打黑石塔算了 路里眼睛一亮 之前是因为 大家等级都在55级 或者56级 黑石塔自然没办法去打 毕竟那里小怪 都不止55级 BOSS更是到了58级 甚至60级 三级碾压理论不能忽视 尤其是防御职业 所谓的碾压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等级差距三级以上 护甲值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产生一定的削减 具体表现为 更有可能遭受最大攻击 这还不算致命 真正致命的是 碾压状态下更容易遭到暴击 任何MT被暴击都很危险 更别说还有连续暴击 三次暴击 另外一种情况 主要产生于BOSS和MT BOSS的攻击 高处玩家装备对应的 某个基础护甲值临界点时 可能出现特殊攻击 会至少造成 1.5倍于普攻的伤害 超过这个临界点越远 这个伤害就越夸张 所以野团找MT的时候 经常首先考察 MT的基础护甲值是多少 有时候也会因为 特殊BOSS考察某一方面的单独抗性 比如火炕等等 当然了 就算不会遭到碾压 也不意味着 副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攻破 黑石塔行不行啊 别怪根号三 怀疑 主要是想打的人太多 但是真正能打掉第一个 BOSS的几乎没有 就连第七天堂的开荒团 进去打了半天 都没能寸进 他们有人出来 就破口大骂 这才弄得人皆尽职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陆黎当然不可能说 哥是重生的 哥 又忍不住要开挂了 黑石塔和黑石深渊离得很近 分成了黑石塔上层和下层 按照陆黎他们现在的实力 最好是去打下层 因为下层的怪稍微好打一点 而且 下层不需要做任务拿钥匙 上层首先把钥匙拿到手 才有可能进去 现在去打黑石塔下层的人 其实挺多的 而且PK也时有发生 最可恨的 其实是安纯 也就是鸟德 现在虽然还没有专精体系出现 但是萌萌的安纯 已经在德鲁伊这个职业里 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 第1174章 黑石塔 黑石塔的这些安纯 别看一个个萌的出血 其实个个坏着呢 黑石山着落在 东部王国湖畔镇的边缘 这场浩劫的源头 始于矮人的内战 三锤纷争 铜须矮人 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然而黑铁矮人并不甘失败 他们在黑石山的底部 建立了索瑞森城 企图普尔厚利 伺机待发 可是铜须并不会给他的敌人 任何喘息的机会 在联合满锤矮人之后 以压倒性的优势 再次击败了黑铁部族 并且在此役中 击杀了他们的王后 莫德古德 悲痛欲绝的 索辛森大帝 犯下了一个任何人 都可能犯下的弥天大错 那就是在岩浆深处 召唤岩莫之王 纳格纳罗斯 纳格纳罗斯出现的方式 及其拉风 因为火元素未免的通道 连接着岩浆 可以想象一下 他从地面钻出来 钻了一个大洞 岩浆直往外喷 于是就 形成了黑石山 后来拉格纳罗斯 奴役着黑石矮人们 建立了黑石塔 黑石矮人们 成了拉格纳罗斯的奴隶 这并不代表 他们可以在岩浆中游泳 所以在这个 大洞的上方 铸造了铁锁桥 来为他们提供通道 玩家来到这个地方 想要进入这里 各大副本的通道 也是这些铁锁桥 既然是通道 那么这个铁锁桥 一定不会小 只要不刻意去寻死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出现 掉进岩浆活活烫死的情况 对着正在从铁链上 经过的敌对阵营玩家 吹了口气 这是一个叫做 台风的群攻技能 攻击范围呈扇形 不仅能够造成伤害 还能将攻击范围上的人 一定概率吹飞 按理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强力的PVP技能 可惜需要独条 而且目前独条的时间还不短 必须像现在这样 藏起来偷偷的独裁有用 陆离他们亲眼看见 一群玩家被吹下去好几个 掉下去的人 当然别指望有什么活路 就算是陆离他掉下去 也是必死无疑 不仅要损失5%的经验 掉下去就没办法复活了 还很有可能掉装备 这个也没办法去捡 就算队友们就站在旁边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装备 被系统刷掉 那只做死的鞍唇被 五马分尸 彻底成了一只死鸟 铁锁桥上 并不是平坦的几根链子 各种岩浆 石头分布 如果有人藏在某个地方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万一有个部落的屌人 突然吹了他们一下 裁决之剑 最精锐的这些人 可能就损失惨重了 所以 陆离在前面 小心翼翼的前行侦查 之所以这么小心 那是因为 安纯也是德鲁伊 只要前行 就可以翘无声息地埋伏 干掉两个敌对阵营的德鲁伊 陆离带着 大家安全地通过了铁锁桥 至于其他同阵营的玩家 陆离就埋伏在他旁边 一旦觉察到 他吸气独条吹风 陆离就打算把他干掉 好在这里玩的德鲁伊阵营 意识浓厚 一般都不会吹自家阵营的玩家 黑石塔入口挺难找的 不过有陆离在完全没问题 再说了 玩家在黑石山也混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还摸不清落好吧 那也挺正常的 比如小八将就拉着残梦的尾巴 唯恐一走神 就把自己给弄丢了 拉格纳罗斯被召唤出来之后 奴役了黑石矮人一族 黑石山中这座 固若金汤的要塞 便是矮人建筑师 弗兰克罗恩铸铁精心设计的杰作 作为黑铁的象征 数百年来 黑铁矮人一直占据着这座要塞 直到兽人大军穿越黑暗之门一路北上 爱泽拉大陆的兽人 如果按肤色来分 有好几种 其中最多最普遍的是绿皮肤的兽人 在杜隆塔尔 可以经常看到这种兽人 以萨尔最为出名 是当今兽人的主流 更为纯粹的 失踪皮肤的那种 以地狱咆哮为代表 包括他的耳脑残吼 又被称为纯血兽人 这类兽人一般来崇拜武力 爆发力其夸张 当年的吼爹 可是一斧头 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成为英雄 通常他们爆发时 皮肤会转成红色 看起来为适血 还有就是像黑石兽人这种 绿色中略带黑灰色的皮肤 也不知道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环境造成 唯一可知的是 他们并不属于部落 更类似于兽人中被驱逐的那一类 现在 他们远离了部落的势力范围 成为人类最头疼的家伙 事实上 他们曾经是属于部落的 这部分黑石氏族的兽人 随着兽人大军移入北上 在黑石山 他们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黑铁矮人 占据了这座黑石要塞 黑铁矮人得不到拉格纳罗斯的援助 这位大佬 还在黑石深渊的深处 熔火之心中积蓄能量 黑铁矮人们 只能无可奈何地缩回了暗卢城 占据了黑石塔的兽人大军 稍作休整 继续前进 只留下这部分黑石兽人 在这里驻守 黑石塔一战 奥格瑞姆以重伤的代价 将联盟指挥官安杜因洛萨 比于垂下 但整个局势已无法挽回 兽人部落被击溃 大部分被抓进收容所 包括酋长 兽人大军受挫战败 似乎都和这部分黑石兽人没了关系 他们在纷乱的埃泽拉斯被遗忘了 如果没有那些依旧和他们交战的黑铁矮人 如果没有雷德和麦姆 这两个黑手兄弟的到来 这部分灰皮矮人 或许会安定地生活下去 也说不定 毁灭者布莱克汉黑手是古尔丹控制下的部落傀儡酋长 雷德和麦姆是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雷德是黑手的长子 继承了父亲优秀的作战天赋和战略思维方式 他和他的兄弟麦姆一起被术士用吸取生命的仪式来强迫达到成年 兄弟俩与奥格瑞姆一起是黑手不可多得的左右手 在第一次受人战争末期 杜龙坦遇刺身亡 有许多人认为当初下手杀害杜龙坦夫妇的就是雷德他们两人 在黑手被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杀死后 愤怒的雷德和麦姆决定夺回黑石士族的控制权 并发誓要除掉奥格瑞姆为父亲报仇 虽然他们赢得了不少受人和士族的支持 然而事实上直至战争结束 他们也未能如愿以偿 后来他们负责守卫黑暗之门 却被联盟的军队击败 最后黑暗之门被毁 两人被一起送进联盟的俘虏收容所内 历尽千辛万苦 雷德带着他兄弟从收容所里逃了出来 一路收集残兵败将夺取了黑石山 并以黑石塔为主城 此后的十几年来不断向周围拓展势力范围 威胁南方暴风亡国的安全 在夺取黑石塔战争中 雷德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 雷德终究没能实现他的春秋大梦 因为他的领地来了一个更夸张的全二代奈法利安 雷德的老爹只是受人傀儡领袖 而且还是挂了他 人家奈法利安的老爹却是黑龙之王 曾经的大地守护者是吊打其他巨龙守护者的存在 黑龙军团是凡人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 在堕落化身死亡之翼的领导下 黑龙军团在无数世代中 一直在破坏侵袭着人类和精灵的王国 然而他在格瑞姆巴托之战中被击败 虽然侥幸逃过了被毁灭的命运 无论他最终是被俘获还是避世隐蔽 有一点是清楚的 那就是他没有对邪恶的黑龙军团有直接的控制 由于死亡之翼的退役 他的长子登上领袖宝座并领导整个黑龙族 死亡之翼的长子就是残暴狡猾的奈法利安 他将黑石之塔作为堡垒 将黑一只巢作为巢穴 奈法利安将各种龙族的血液拿来做试验 最后创造出了无坚不摧的多彩龙人军团 在其妹的协助下通过创造多彩龙人 奈法利安接替父亲掌控了整个黑龙军团 在其忠诚的龙族党羽的协助下 奈法利安与拉格纳罗斯展开熬战 并最终掌控了整个黑石山 及周边整个地区 他的努力重现了当年 其父死亡之一的辉煌 奈法利安在捕获拉格纳罗斯的元素仆从后 大为愉悦 并利用这些被捕获的仆从 达成自己的阴险意图 征服黑石受人后 奈法利安并没有杀死雷德 他显然也需要帮手 名义上 奈法利安与雷德黑手结成联盟 实际上他只是利用黑手的黑暗部落 达成自己的目的罢了 奈法利安疯狂的统治欲望 甚至一度引起了黑龙军团的死对头 红龙的愤恨 尽管奈法利安的意图明显 但他达成阴谋使用的手段 却是个谜 牢牢掌控住黑龙军团 并有多彩龙族的支持 奈法利安开始计划反击 其他龙族和凡人事件 也就是说 黑石塔副本中是兽人的势力 其实 黑石塔 黑一只巢里面是黑龙 和黑石兽人的势力 黑石深渊 熔火之星是黑铁矮人 和研磨之王拉格纳罗斯的势力 双方在这里不断地交战 试图彻底夺取黑石山的控制权 虽然龙族拥有黑暗魔法的力量 但是拉格纳罗斯 可以用火焰之力赋予石头生命 两股势力无疑针尖对脉盲 整个战场扑索迷离 这个破地方 陆里很纳闷这俩大佬 为什么都紧咬着不放 第1175章 跳着打 奈法利安与雷德合作之后 又吸收了不少新的势力加入进来 比如一些食人魔不足 珠魔 还有燃机巨魔和火印士族 并且他们保留了强大的兽人狼骑兵军团 可以说 就部落的一部分势力 都集中到这个副本中来了 陆里熟练地选择了噩梦难度 在其他玩家震撼的注视下 踏入了黑石塔下层副本 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话 可能陆里还能隐藏行迹 现在他们15个人一起出动 显然就没有办法再躲躲闪闪了 于是他干脆就大摇大摆地选择 阵营的玩家也慌乱地让出了道路 现在的裁决之剑 至少不是他们这些普通玩家可以抗衡的 上辈子陆里得罪了几个大工会 即便是小打小闹地追杀 也被追杀的差点玩不下去 现在他也有了这样的实力 如果他想要去追杀一个普通玩家 根本不需要亲自出手 就能让别人在游戏里寸步难行 这么高调地进了黑石塔 消息自然飞快地上了各大俱乐部的案头 这个副本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然而没有任何一家来尝试的工会会赞同陆里的看法 这尼玛如果还叫简单 上层干脆就别去尝试了 黑石塔下层路线不长 BOSS众多 掉落的物品也比较令人满意 如果状态比较好 各个等级达到59甚至60 10人小队就可以相当轻松地在几小时左右完成 当然 陆里他们这样56和57级的队伍 最好还是15个人一起上比较稳妥 这个副本还是有不少任务的 有些可以接得到 有些触发不了 不管怎么说进来之前 大家都尽可能地接到了 黑石塔又是一个会迷入的副本 这里指的是黑下 事实上 黑下暗期高度大致可分为三层 进入副本时在中层 而中层有一大片开放 区域 你随时可以跳下去到下层 因为上辈子那些乱七八糟的攻略 陆里熟知数种跳法 每种跳法都各有其优劣势 这里的关键在于 不管你选择从哪儿跳 从中层到下层必须跳下去 因为下层爬回中层是在另一边了 不同的地方跳 遇到的怪不一样 下去就不能再上来 但是你可以一路往上走 上到上层 然后从上层跳回中层 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猎人和术师的宠物不会跳 如果有人忘了解散宠物 他们会绕一个大圈子 收集沿途所有的怪物 微笑着带到你面前 此时猎人可以装死 术师可以咒骂 至于其他人 他们或许应该选择弄死惹祸的队友 仁慈点的话 可以让蠢萌的队友 选择比较体面的死法 进去之后 迎面就是两个兽人守卫 直接开稿 曙光里确实有很多逆天的小怪 打起来比boss还难缠 但是这两位老兄 显然不在此连 一轮技能砸上去 两个兽人守卫 留下几块破布 就去见了系统大神 现在布匹也是好东西 随着等级的提升 裁缝需要的布匹数量大大增加 而且很多任务 也经常会用布匹做任务物品 只可惜 布匹一般只有人形生物 才会少量掉落 所以这玩意 一直都是畅销货 到了一个巨大的岩浆坑上方 陆里指着斜下方的一个台子说道 咱们从这里跳下去 三月先你给我和汤圆都架的漂浮 光光你接着 其他人一个个的来吧 不对啊 去老一要走那边的路吧 蔚蓝海峰不是很理解 虽然不知道其他工会在这个 副本有什么进步 但是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攻略 甚至有人号称 他们用这种攻略 打到了某某个boss 他们这样 一般都是为了吹牛装笔 还有的是为了骗钱 视频攻略点进去 要收费 每一次可能只有十个八个硬币 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反正玩游戏的人多 不愁 没人被标题吸引 进去 蔚蓝海峰显然就是类似的受害者 十个银币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钱 谁告诉你要去打老一了 陆里觉得有些好笑 他估计现在还没有工会能打的掉老一欧默克大王 而他也并不觉得 蔚蓝海峰能扛得住线阶段的欧默克大王 欧默克以铁腕手段 统治着塔内的食人魔 许多下属都提出过跟他单挑 希望借此夺取大王的头衔 但全都无一例外地倒地落败 根本碰不到他 这个神秘的现象引发了传言 说有更高端的存在保护着欧默克 欧默克属于一个必杀的BOSS 相当一部分关于黑石塔下层的任务都少不了他 甚至还包括了黑石塔上层的开门任务 而且想要往前走 是根本没办法绕过欧默克大王的 惯性思维下 玩家开始和这个BOSS死磕 欧默克没什么技能 甚至没有大招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用普通攻击一下又一下的 和吸引到他仇恨的玩家 交手 结果自然不用多说 如果他好对付的话 就没这么多的工会卡在这里不得存尽了 说起来也是悲惨 普通玩家来下黑石塔 恐怕也没想过 拿手杀 最多也就是想随便打两个BOSS弄点装备罢了 现在被欧默刻意卡在这里 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有些工会甚至暂时放弃了 继续开荒 有那个时间放在 练剂上多好 就比如荣耀之都 他们连一个精英团都没往副本里派 你是想要用漂浮术飘到对面台子上去吗 月光摇摇头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不可能 牧师的漂浮术 从效果上来说 是减轻了被施法者的重量 从而让被施法者减低降落的速度 从而避免落地的时候受到伤害 能够起到同类作用的 还有法师的缓落术 以及诺格复格药剂产生的漂浮效果等等 一次当然漂不过去 咱们可以分成两次漂 关键是把汤圆漂过去 其他人随便漂两个过去 拉人就行了 陆黎说 两次漂是什么意思 蔚蓝海风不解 看到那边的那个凸起吗 陆黎探出身体 指着岩浆上的峭壁说道 从他的角度看过去 确实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非常的小 甚至都不可能容纳一个人站到上面去 你的意思 是在那上面借个力然后改变方向 月光思索着 觉得大概也不是没可能 这得死多少次才能漂过去啊 蔚蓝海风觉得陆黎疯了 第1176章 漂浮术 这里是副本 不会掉经验 也不会掉装备 你怕什么 陆黎毫不掩饰对他的鄙视 作为一个男人 而且是一个整天抗怪的MT 敢不敢别那么胆小 蔚蓝海风极度无语 他啥也没说 但是看那架势 很难让他跳下去 除非从后面 踹一脚 我先来试试吧 我在现实中经常攀岩 结尾卡跃跃欲试 其他人当然不会有反对的意见 别看陆黎说的勇敢 其实谁也不想就这么跳下去 先不说这么高的距离下跳 会如何的心惊肉跳 万一掉进岩浆去了 那可是 会活活烧死的 有时的直觉感受 可即便是那剩下的一点点 也觉得会让人不舒服很久 其实习惯就好了 陆黎嘀咕着说道 上辈子跟过一个野团进本 虽然没有打掉任何一个boss 可这里跳得下去的次数 却不少 那种灼热疼痛的感觉 还不足以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估计最让人跳不下去的 还是发自内心的抗拒 当然了 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做示范的话 他才不会抢着要先跳下去呢 三月余给结尾卡上了一个漂浮树 结尾卡一点点地挪到了悬崖最边上 往下看满眼都是红通通的岩浆 随着岩浆的翻滚 热浪迎面扑来 和现实中靠近火堆的感觉差不多 但是他并没有害怕 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平时看起来还算正常的家伙 居然非常的兴奋 我出发了 不用准备 没有迟疑 暗幕结尾卡直接就一跃而下 他的身形似乎被一种神秘力量拉扯着 又好像是一片风中的落叶 尽管这个副本里并没有风 晃晃悠悠地飘了下去 惨了 月光叹息 其他人定睛看去 也很快发现了端倪 恐怕 结尾卡的落脚点 很难达到那个突出的岩壁了 所以他很可能根本就戒不到力 最终的后果不言而喻 至于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地方戒力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其他地方的岩壁上流淌着火焰 只要沾到 就会受伤害 漂浮术可以让玩家漂浮很长时间 但是却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就是 只要受到伤害 就会立刻消失 一旦被灼烧掉了 漂浮术 最终还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而那处从火焰流淌的岩壁中伸出来的凸起 看颜色一片黑悠悠的 显然不会在上面受到伤害 结尾卡也发现自己无法成功 他干脆地取消了漂浮术 如一个炮弹一般的 砸落近滚滚沸腾的岩浆里 扑腾两下之后 化成了白光 正如陆离之前所说的那样 副本里挂掉的话 不会掉装备和经验 只可惜没办法指望治疗职业 把他救起来 技能范围不够 根本就够不着 他只能从外面跑回来 然后直接复活在门口 给我加个漂浮术 再等结尾卡跑回来的时间 陆离必须要自己上了 第一次 他当然没有成功 倒不是他故意装模作样 就算他上辈子曾经跳过很多次 也不敢保证 现在就能跳成功 等陆离复活回来 月光也不见了 想必是跟在他后面掉进了岩浆 结尾卡还在半空中 飘零这个懒货 居然跑过来排在后面 显然是打算挑战一下自己的运气了 结尾卡这一次 还是没能成功 不过大家都在替他欢呼 因为他确确实实已经踩了一下岩壁上突起的那个点 只是第二次挑起的时候 姿势调整得不对 没能成功地落到对面去实地上 可以说就差了一点点 飘零也没能成功 陆离第二次跳起 他在半空中不断地调整姿势 并且一边调整 还一边给队友们讲解 他缓缓地落到岩壁上的哪一处突起上 因为突起并不大 他根本无法短暂停留 飞快的脚下 一用力就再次回到了空中 这一次 他就比结尾卡做得要好了 他晃晃悠悠地飘过了岩浆 脚下一顿就落到了对面的地上 有了陆离做示范 其他人也来了 兴趣 在芝麻馅 汤圆成功之前 大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跳了起来 就连最开始白着小脸的女孩子们 都大着胆子跳了下来 当然 他们闭着眼睛 怎么也不可能跳 成功 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跳过来 等到芝麻馅 汤圆跳过来之后 他直接使用了召唤门技能 所有在那边的人都给拉了过来 好了 出发吧 咱们直接去打老二 陆离松了口气 带着队伍开始进入巨魔的地盘 小怪已经从老一那边的食人魔 变成了巨魔 巨魔一族会出现在黑石塔 也并不奇怪 出现在这里的是 森林巨魔中的火树巨魔和燃机巨魔 他们是隶属于黑手军团的 两个森林巨魔部族 他们拒绝了萨尔的新部落 继续追随雷德黑手 其军团的规模虽然 较萨尔的部落相比小得可怜 可是他们仍然不放弃 占领埃泽拉斯这个古老的使命 表示敬仰 其他森林巨魔都是该遭受鄙视的背叛者 尤其是与萨尔的部落 保持着飘忽不定关系的恶齿不足 讽刺的是 恶齿巨魔们认为 燃机巨魔没能离开黑石塔 才是叛徒 自己则是由于相信 萨尔领导着真正的部落 转而帮助萨尔和他的追随者们 总之 黑手军团以外的巨魔 很早前就相信 火树巨魔和燃机巨魔 与黑龙军团相结盟 是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 他们居然还在为一场 绝对无法取胜的战争 而奋斗着 也许这也算被称为战争的话 或许是因为来临非凡 这些巨魔实力非凡 普通的队伍 在这里必须小心翼翼的才行 不然毒伤能够直接弄死人 就算是喝解毒药剂也没啥用 换成裁决之剑 这次过来的队伍 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至少小怪还不足以让他们15人检员 陆黎啊 为什么咱们不试试老一呢 说不定能打过去呢 我身上还有关于老一的任务呢 蔚蓝海风一脸的遗憾 老一讲究火炕和物理防御 你现在还不行 陆黎摇摇头 如果蔚蓝海风穿他最好的装备 物理防御绝对没问题 他都差不多全身传奇装备了 尽管为了省减需求 石头不是用的60级装备 可现在任何一家工会 也没底气说防御比他高 关键是火炕 他也不是没有火炕装备 如果换上的话 也足以扛得住欧默克的火属性伤害 可是问题来了 换了火炕装备 蔚蓝海风的物理防御会下降 不止一个档次 到时候物理防御又不够了 也就是说 想杀欧默克的话 MT的装备 必须满足物理防御和火炕的双重标准 就目前来说 蔚蓝海风不行 其他工会的那些MT也都没可能 老二就不一样了 暗影猎手沃神加斯 虽然手段多了一些 但是蔚蓝海风抗他 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沃神加斯以他的美貌和神经病 倾向在聚魔间享有盛名 美貌嘛 洛黎他们很难把这个词 和沃神加斯联系在一块 或许在聚魔眼中 他小巧的大牙和丰满的身材 还有淡绿色的皮肤 确实很漂亮 也说不定 但是和他的美貌 同样享有盛名的是 这位暗影猎手的神经病 作为深阿暗影猎手之道的大师 他精通 妖术 诅咒与治疗魔法 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 主持各种仪式 据说能够沟通上古的神灵 久而久之 他自己也以为 能够真正地沟通 于是变得神经兮兮的 第1177章 小青蛙 在玩家的体系中 并没有暗影猎手这个职业 不过他和萨满 至少有一些相似性 他们每个人都是巫毒术法师 并使用神秘的灵魂力量 治愈他们受伤的同伴 并将可怕的诅咒 释放到他们的敌人身上 暗影猎手 徘徊在黑暗和光明之间 希望能给自己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 找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些知识很容易搜集到 不管是血色图书馆 还是北郡修道院 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材料 知道这些东西 才有可能对暗影猎手 卧神加斯 有更全面的了解 陆离 把这个boss的一些相关知识 告诉同伴们 这有利于大家一起动脑子 他需要的是队友 而不是傀儡 如果他不在的话 至少希望队友们 可以自己进行分析和战斗 四个巨魔萨满围着暗影猎手 卧神加斯 看上去只是举行一个召唤仪式 他们脚下的法阵 泛着暗绿色的光芒 隐隐约约中 可以听得见嘶吼的声音 从法阵之中传出来 这怪必须一起打吧 蔚蓝海风灌下一瓶药剂 其他人也是该喝药剂的 喝药剂 该加状态的 互相加状态 试试吧 但是陆离知道 杀小怪是没用的 因为这些小怪的生命 和boss连通 只有boss死了他们 才有可能被杀死 而且也完全没必要飞 杀死他们不可 他们在维持一式的运行 根本不会攻击大家 蔚蓝海风上去拉住boss 附替飘零 嘲讽几个小怪 让人奇怪的是 小怪根本就不会理会 这样的嘲讽 攻击落到他们的身上 也只是出现了 可怜的一两点伤害 两点那是暴击 只要等级不存在过大差距 不过伤害多少 都不影响暴击概率 看来不行 打boss吧 陆离说 放这几个小怪在身边 总觉得不妥 飘零放弃了小怪 也过去打boss了 但是他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了小怪的身上 这种没办法 在开boss之前解决的小怪 一般都是他的责任 反正又打不了 DPS排行上他占了第二的位置 飘零耸耸肩 显然也知道自己在说废话 这四个小怪的血量比例 永远不会低于 暗影猎手握石加斯 也就是说 你必须打掉 暗影猎手握石加斯 10%的血量之后 才可以对小怪 造成同比例的伤害 所以正常的攻略中 根本就不会去打这些小怪 为什么花花的伤害那么高啊 诺宇惊讶地问道 他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可是对比花底离情的话 他差了不止一截那么简单 技术问题 花底离情屌屌达 能和我说说吗 花哥 诺宇嘿嘿一笑 站在花底离情旁边输出了 好吧 但是这些 是我慢慢摸索出来的东西 你尽可能不要外传 看到诺宇连称位都变了 花底离情也不过分 开始讲解法系职业的施法手势 技能锁定 技能衔接 等等 其他的法系职业也很认真的听 花底离情不喜欢PK 但是对职业的研究 却从来都没中断过 而且他从游戏开始没多久 就和陆离混一块 也经常会讨论一些手法问题 大部分的时候 他不会和其他人接触 所以才会让墨宇敬为天人 肥猴子走的PVP路线 讲究的东西 和花底离情不一样 但规则总有共通之处 他在花底离情的讲解中 也获益匪浅 注意了呀 仪式有变化了 陆离提醒说道 四个小怪在维持一个仪式的运转 他们脚下的法阵 原本是暗绿色的 现在已经转化成了红色 想来点真正让人惊慌的玩意儿 那就开始吧 暗影猎手沃什加斯 应笑着说道 伴随着他的话 一群虫子从法阵中冲了出来 巨魔召唤出虫子 这并不奇怪 巨魔是埃泽拉斯首批诞生的 智慧生物之一 在16000多年前 巨魔分裂出阿曼尼帝国 与古拉巴士帝国 他们统治着卡利姆多的 大部分地区 在那时 他们最大的敌人 是第三大帝国 亚基帝国 亚基帝国的创立者 是一群有智慧的昆虫型生物 他们与赞达拉巨魔 同为埃泽拉斯 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其出现的年代 甚至早于上古之神 亚基虫族 统治着卡利姆多大陆的西方 这些聪慧的昆虫型生物 十分渴望扩张领土 并且非常的邪恶 他们致力于 清除卡利姆多上 所有的非昆虫生物 阿曼尼和古拉巴士的巨魔们 与之进行了数千年的战斗 但是从来没有获得 压倒性的优势 最终 在巨魔们的顽强意志下 亚基帝国被打败 并分裂成两半 他的臣名 逃散到大陆北部 和南部偏远地区的 聚居的苟延残喘 剩余的虫族 建立了两个城邦 北部荒帝的艾卓尼鲁布 和南方沙漠的安琪拉 在长久的战争中 一些暗影猎手 开始研究他们的敌人 并且获得了一定的进展 虫子 在玩家的眼里 属于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大致等同于新手村的野猪 于是他们付出了 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暗影猎手沃什加斯这里 他们遭遇了第一次的团灭 路里没想过一次 打掉暗影猎手沃什加斯 那根本就不现实 怎么说 也是一个58级的正规boss 如果不是因为防御职业 扛不住欧莫克大王 算下来的话 欧莫克大王还不见得 有暗影猎手沃什加斯的难度高呢 团灭之后 被坑最惨的 当然还是芝麻馅汤圆 他需要重新从原来的地方 跳过来 路里见机消失得快 属于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 除了他之外 还有月光 这家伙也非常的有眼色 眼看着快要团灭了 他就跑到一个 远离boss的角落 使用了影盾 第二次开荒 大家就不敢小瞧 这些攻速超变态的虫子了 他们的攻击 不见得有多高 知识抓人的时候 速度快的 几乎能够看到残疑 大家就是被虫子们 一冲而团灭的 等下虫子出来后 哗哗你兵第一波 等我喊二的时候 大师兄你来第二波 诺语第三个 陆离这次不需要 遮遮掩掩掩了 只要知道虫子的特点 对付它们并不太难 这些虫子血量那么少 为什么还需要三次 冰环 飘灵不解地问道 在他看来 这些只有几百点血的虫子 刚才要不是小看了 它们 直接就能全部扫掉 根本不需要让 三个法师上去轮流冰环 我之前说了那么多 boss的职业 为什么你们觉得 我是说着玩的呢 陆离轻叹 暗影猎手 一听陆离说起 boss的职业 飘灵 瞬间就明白了 暗影猎手这类怪物 曙光里 偶尔也出现过 它们 似乎都会使用一个群家的技能 治疗波 召唤出一道能量波 在我方单位之间 进行跳跃 并恢复生命 每次跳跃 都会削弱一点治疗能力 小怪的生命值 本来已经快被打掉了 结果受到了这一道 治疗波的影响 它们的生命值 全部毁满 幸好花底离情的冰环 在陆离的命令下 几乎和治疗波一起 同时发挥了作用 这也是陆离安排 花底离情第一个 上去冰环的原因 长久的默契和信任 让花底离情 根本不会去质疑 陆离的任何决定 换作诺语的话 它说不定会因为 小怪快死了 而省下这个技能 治疗波一共三波 正好给小怪加三次血 如果没有三个法师的 定位群控 估计大家 就必须在移动中打怪了 任何人 被这些虫子禁身 都是死路一条 三次治疗波之后 暗影猎手握神加斯 就需要休息一下了 这波小怪 失去了治疗的支援 请客间就被打掉 到此时 暗影猎手握神加斯的攻略 也就进入了P2阶段 P2阶段需要两个 MT 陆离并没有去提醒飘灵 他相信飘灵的应变能力 暗影猎手握神加斯的 眼睛突然发亮 是那种光芒四射的发亮 然后蔚蓝海风 就觉得脑子一蒙 整个世界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观的就是 眼前一切东西 都变得高大和不真实 而落在他的队友们眼中 哇 好萌啊 小八将看着蔚蓝海风 变成了一只绿皮的小青蛙 立刻惊呼起来 至于残梦 这可怜的孩子 根本没有脑子去思考 手上已经条件反射地 丢出了驯服术 这么萌的小东西 一定要抓回去做宠物才行 第1178章 暗影猎手 扑 飘灵忍住笑 顾不及去嘲笑蔚蓝海风 手中的单手剑鞋批 已经讲失去仇恨的 BOSS吸引到自己这边 快乐的快乐的池塘里面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酷酷的眼神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总有一天 它会被公主唤醒了 反应比较快的猫猫爱吃肉 已经唱上了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小八将跟上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残梦信信地收回驯服术技能 暗字里决定 一定要去抓一只青蛙回去 蔚蓝海风还趴在地上扮青蛙 看不清它的表情 但是估计 一定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幸好三月雨还比较厚道 帮它解除了变形魔法 妖术将敌方单位 变为一个随机的小动物 并使其丧失所有能力 包括被动技能 这就是暗影猎手 卧神加斯的变形术 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了 被它法术影响的人 会丧失一切的抵抗能力 就连自己使用徽章 或者特效都不行 必须依靠外力 来解除这个状态 或者就干脆等两分钟过后 自然解除 那边蔚蓝海风刚站起来 飘零就被变了 它成了一只小白兔 这是比这卖萌吗 结尾凯表示 服了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兔子比我惨 一边去 一边去 别在这里暗示 蔚蓝海风幸灾乐祸 已经忘记自己刚才的迥样 飘零泪奔 蹦蹦跳跳地 朝着三月雨那边去了 三月雨要给受了 BOSS闪电链伤害的队友们 加险 一时半会 没疼出手去解救飘零 别救他了 我估计他救起来之后 BOSS还是会选人 进行变 陆离浑然不知道自己的话 对飘零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事实上 并不是有人被变形 其他人就没事了 结尾卡在飘零被变形的过程中 被变形 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陆离飞快地命令三月雨 把他释放了出来 操 你大眼 飘零非常的郁闷 或者说 根本不只是郁闷了 我以为你会很乐意 为大家牺牲呢 陆离非常的无辜 他已经预料到飘零的反应了 变形术的机制 很复杂 但是架不住玩家们投入的去研究 陆离上辈子的时候 就看到过一篇相关的攻略 写攻略的人 通过采访和亲自试验的方式 基本上摸清楚了规则 最大概率变形当前目标 也就是 MT 一定概率变形 其他人 最多可以让三个目标处于变形状态 也就是说 如果飘零一直被变形的话 就只有两个人 还会被变形了 一个没啥作用的附体 这时候的作用 就是占用一个变形名额 PR阶段 也会有虫子被召唤出来 而且这一次召唤出来的虫子 更加的厉害 幸好 有了之前的几次经验 几个法师不需要陆离指挥 就可以轮流上去群控 还有花底离情的水元素宝宝 也可以使用一次冰霜猩猩 肥猴子和懦语 是没有水元素宠物的 学习水元素技能的话 会降低火系法术的伤害 只要是还想追求高伤害的法师 估计没有谁会愿意放弃这部分伤害 而带上一个水元素宝宝 哪怕这个水元素宝宝 可以学习寒冰剑和冰霜猩猩 PR阶段 其实没什么 也就是变青蛙 只要大家不慌乱 其实就没事 陆离他们这群人算是非常强力的了 就算真的少了几个人也没关系 至少对付暗影猎手握神加斯 召唤出来的小怪 还是没问题的 真正致命的是P3阶段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你们谁先死 暗影猎手握神加斯间叫着说道 只见他随手一挥 一簇簇毒蛇状的火焰 从地下钻了出来 非常的遍布了整个区域 这就是暗夜猎手的毒蛇 守卫 巨魔一族历史悠久 在这悠久的历史中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崇拜图腾 其中蛇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能够召唤毒蛇守卫 也是暗影猎手握神加斯觉得自己 能够沟通神灵的主要原因 尽管这种召唤 是在四个召唤师小弟的帮忙下完成的 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裁决之剑众玩家 难免产生了一些慌乱 等反应过来魔法技能 无效对这些单位无效之后 团队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其实这些毒蛇守卫 只有300点生命值 而且还是无护甲单位 很容易被敌人的物理攻击摧毁 随便攻击两下就解决了 没关系 咱们也就才团灭两次而已 陆离看大家情绪有点低落 只能好言安慰 暗影猎手握神加斯 这个黑下最弱的 BOSS确实不需要觉得他很难 只要把他的手段都摸索出来 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掉 不然的话 陆离也不会跳过第一个 BOSS直接对了二 其他人都表示听到了 但是相信陆离的却不多 这可是五六世纪的副本 里面的怪物 怎么可能有赤素的 P3阶段刚进去就灭 而且看BOSS似乎很有底气的样子 那可是一招一大片的毒蛇守卫啊 鬼知道下次召唤什么出来 不过 他们很快就知道 自己想多了 第一阶段顺利 第二阶段依旧熟门熟路 等到第三阶段毒蛇守卫出来的时候 几个物理系职业 全都放开了手的攻击毒蛇守卫 其他人也机智地开启了减伤 物理系群弓手 并不代表没有 陆离的刀扇 好吧 这个技能攻击的伤害 实在太少了 但是残梦的乱射和多重剑 月光的剑塔和大旋风 都是非常强力的群弓技能 尤其是残梦的新技能乱射 简直刷新了大家 对猎人这个职业的认知 猎人在这次系统更新的时候 遭遇当头一刀 不仅仅是宠物伤害核技能 被砍了一线 残梦的强击光环 效果减半不说 还只能对物理系职业发挥作用 小丫头伤心了好几天 直到在闺蜜小八将的带领下 从一个隐居NPC那里 接取任务获得了这个乱射技能 他现在刷起 怪来并不比法师差 当然 一代补丁一代神 不用过多久 猎人职业就要崛起了 陆离记得很清楚 他刚进游戏那会 就曾经犹豫着 要不要选猎人职业 猎人远程攻击 能带宝宝 除了箭矢 不需要消耗任何东西 就能持续地刷怪 那时候的猎人 甚至可以单独挑战一些 移动速度比较慢的野外boss 或者单刷 某些稍等低等级的副本 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的猎人 比一般人多了一件装备箭带 他取代一个包裹位置 只能为猎人装载弩箭 或者弹药 其他的物品无法放进去 猎人们一点都不介意 除了他们 谁家的包裹是带属性的 还有更几天的包裹 或许还能带上一两个特效呢 后来 系统也显然意识到 猎人太牛掰了 于是又是当头一刀 直接把箭带给砍没了 任何职业 都有牛掰的时候 也都有低迷的时候 比较少见而已 P3阶段 其实也就是这些毒蛇守卫 难缠一点 暗影猎手 沃什加斯的其他手段 最多也就是给大家 制造了一点麻烦 让队伍减员了几个 最终还是难以避免 血槽被清空的命运 暗影猎手 沃什加斯 不是副本最终 BOSS 他的死系统并不会关注 自然也就没有上电视的情况 所以 其他工会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裁决之剑 打掉了副本老二 不过这并不代表 游戏玩家不关注他们 查到了吗 肖默揉了揉眉头 不抱什么希望的问报 现在只知道 有人卖了消息给血色战旗 咱们埋在他们工会里的人士 直接被拉过去的 最后一刻开战了 才知道对付的是谁 负责情报工作的城下烟波 战战兢兢的汇报说道 烟波 你那是什么表情 难道我会吃了你吗 肖默更不爽了 嗨嗨 老大 我 城下烟波挠挠头 你是最早跟我的人 为什么也跟我生分了 肖默叹息 怎么会呢 老大 我就是觉得挺对不起您的 内线都没什么进展 城下烟波 差点就哭了 老大呀 你难道没发现 自己这两天 有多容易发火吗 就连血比老大都被你骂了 我要是再不怂点 怎么可能还有命在 也不算没有进展了 至少知道 血色战旗 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谋 肖默也就是一说 并不要求情报头子 真的和自己称兄道弟 应该是有人卖情报给他们 咱们在那里练了一周 被人发现 也不是没可能的 事故发生的当天 咱们前面的兄弟 就遇见了陌生人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那条密道是怎么来的 城下烟波说道 是啊 如果没有那条密道的话 咱们不会损失两千多个精英 而且都是最核心的精英 肖默怒气上扬 那天在峡谷里挂了一两千 外面的人 为了进去就他们也挂了 不守 尽管荣耀之都 号称有几十万人 但是三千核心精英的损失 也已经好几年没遇见过了 继续观察吧 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有这样的本事 一下子算计了两个工会 肖默后面的声音越来越低 在他看来 他们也有一千多人在混战中挂掉 而且也都是最核心的精英高手 我已经安排了人 只要有消息 就立刻展开行动 城下烟波说 如果遇见了卖情报的人 你打算怎么做 肖默问 这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 如果和其他俱乐部没牵扯 当然是以拉拢为主 城下烟波不假思索地回道 嗯 就这么办 肖默满意地点点头 对了 老大 裁决之剑的开荒团 已经尽附本了 城下烟波离开之前 顺带地把裁决之剑的情况 说了一下 前几天 上面就已经吩咐下来 要多关注裁决之剑和威宇阁 再加上 因了荣耀之都 一把的血色战旗 这三个工会 是目前最高级观察目标 他们在里面多久了 确定他们没有出来吗 肖默问 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 他们会不会在副本里 直接炉石回去了 城下烟波忍不住的猜测 不是没这个可能 但是烟波啊 你做一个情报人员 永远也不要把事情 往好的一面去想 不然的话 你还怎么展开工作 肖默哼了一声 好的 老大 我联系一下上次 卖咱们副本攻略的人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 城下烟波 看到肖默点头 立刻飞也是的 逃走了 老大心情不好 日子真尼玛 难过 裁决之剑那批人该不会 真的打掉老一了吧 第1179章 来自陆离的压力 所谓上次卖攻略的人 指的是 陆离和肖默带团 打通灵学院 在不影响最终结果的情况下 陆离和根号三 卖了一部分攻略 给荣耀之都 陆离他们这边正在分装备 曙光最近调整了 装备拾取的部分规则 现在最先摸到的 一般都是强化宝石 或者合成宝石 以及一些矿产草药之类的 普通材料 然后是技能书 再然后是稀有材料 最后才是装备 第一件是一颗强化石 残梦把它分给了陆离 这东西 回到最后再分配 第二件 是一本萨满的技能书 给了队伍里 唯一的萨满洛英回忆 虽然它不是元素萨 但是却可以拿着 这本元素萨使用的技能书 去换适合自己的技能书 游戏的互动性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合作 交流 交易等等体系 会增加玩家 对游戏世界的认同感 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游戏可以随机组队 打完副本 之后一拍两散 以后再也不见 谁也不认识谁 玩了几个月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这样的游戏 还有屁的趣味性 第三件是黄金板甲装备 残梦嫌弃的 扔给了蔚蓝海蜂 再加上又是55级的装备 普通玩家拿到的话 可能会当成小极品对待 陆离上辈子60级的时候 身上只有一件垃圾暗金 剩下的黄金白银对半分 真正比得上这件黄金装备的 几乎没有 毕竟是黑下出品 而且还是噩梦难度 也就残梦 这眼光越来越挑剔的小妮子 才觉得没法看 第四件是一件暗金 猎人职业的手套 比残梦身上的差 不过她还是塞进了自己的背包 16-17岁的小女生 也学会过日子了 作为优秀的铲屎官 不管多垃圾 都可以卖钱养家糊口 她那一大家子 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金币 第五件还是一件暗金 也比较一般 黑下的装备等级 和黑石深渊差不多 但是出的装备 又比不上黑上 所以地位挺尴尬的 经常出这些看似不错 其实又提升不了什么实力 这件是法系术式装备 按照装备分配的原则 分给了芝麻馅汤圆 它的输出 要比猫猫爱吃肉更高一些 下次再出无人需求的术式装备 就轮到猫猫爱吃肉 拿了 四件装备 没一个能用的 也是罪人 副本BOSS产出 要比野外BOSS差很多 唯一的好处就是 没人抢 不需要那么多人参与攻略 不知道还有几件装备 残梦忧心忡忡地说道 他非常讨厌 现在的拾取机制 以前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第一件装备最极品 拿到之后就安心了 应该不多了 最多两件 你加油吧 陆黎说道 一般来说 暗影猎手握神家斯这样的BOSS 在噩梦难度下 会掉四件装备 极少数的概率 会有五件装备 这一次没出稀有材料 所以 五件装备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耶 终于出传奇装备了 啊 为什么又是萨满的 残梦刚刚扬起的情绪 瞬间低落下来 我看看 陆黎接过来 安慰道 暗影猎手BOSS 其实就是萨满 掉萨满装备很正常的 可惜是一件恢复萨的装备 不过属性很不错 治疗波际能加一 呵呵 最后是苦笑 因为这件装备 不适合洛英回忆 现在问题 是要怎么分配 正常情况下 这样的传奇装备 不可能留出工会之外 因为有极大的 可能会落入敌对工会 或者竞争对手的手中 但是留在工会中的话 对这次比较 就没什么用了 还是拿出去换吧 月光说道 嗯 拿出去换 让三哥回头 去换一件好装备 回忆 尽可能给你换的 增强萨的装备 如果换不到的话 就只能其他职业的了 陆里想了一下 明白了月光的意思 现在外面的 治疗萨满不是没有 但是荣耀之都 却没有太亮眼的治疗萨 所以这件装备 就不怕被竞争对手所利用 其他工会的治疗萨满 如今已经 无法对裁决之剑 产生威胁了 至于以后 会有更好的装备出现 55级的装备 注定会被淘汰 到了60级之后 会出现一个特效等级 递减的概念 大概意思是说 随着玩家等级的提升 装备的特效会 发生一定程度的减弱 比如一个55级玩家 穿55级的装备 和一个60级玩家 穿同样一件55级装备 这件装备上的特效 所能发挥的作用 是不一样的 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 洛英回忆 当然没什么意见 外面增强萨的数量 远远比不上 元素萨和恢复萨 所以 换到他用的装备 概率很大 残梦站起来瘫瘫手 表示 BOSS已经被他摸光了 四件装备 有一个传奇 这个收获也算不错了 可惜就是没出现 大家能用的 此外就是 稀有材料的掉率 又被调低了 如果陆离没记错的话 这个BOSS 本来应该会掉落 一件很极品的材料 还有一样东西也不错 可惜同样 擦肩而过 那就是盗贼的 T0.5迅影套装手 虽然陆离用不到 但是工会精英团里 大把的人 需求 比这些黄金暗金 要受欢迎的 多 收集了一些任务所 需要的东西后 大家从卧神加斯的房间 退出来 朝左边的楼梯下去 楼梯分左边和右边下 从右边下拐弯 可以看见一个房间的门 里面 就是指挥官沃恩 陆离指挥大家 先将门口的散怪清除 并且揪出了后面楼梯 躲着的巡逻巨魔 这个时候 他的通讯器响了 你不是在打阿拉西吗 找我什么事 陆离问 此前也叫了一人泪撇 绕纸楼来下副本 可惜他更愿意去打阿拉西 这个新推出的新战场 似乎有意去夺取 阿拉西这儿 战场的首周荣誉做起 陆离 干脆就随他去了 反正战场那边的收益也不错 那些人直接来找我了 听他们的意思 大概说 我上次打通灵学院的时候 把攻略卖给他们了 他们还说 月下裸奔是我的人 原来裸奔是个叛徒 老大我冤枉啊 我和裸奔根本没说过几句话 一人泪撇绕纸柔 至此 还处于猛逼的状态 没事的 裸奔 是我们的人 攻略是我让裸奔卖给他们的 陆离瞬间就 听懂了 可他们为什么怀疑是我呀 一人泪撇绕纸柔 稍微冷静了一些 语气 还是很委屈 这些人 真尼玛坑爹 自己难道看起来像叛徒 明明长得很帅地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不妨听听他们怎么说 陆离说道 我直接就给挂了 吓了我一大跳 等等 又有人来呼我了 还是那个叫筷子的 我现在 该怎么办 一人泪撇绕纸柔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很满意 现在的生活 有一群陪着他 在战场虐财的兄弟 有人找茬一拉 就是千二百八人的大阵容 实在不想节外生枝 再说了 荣耀 知度能有什么吸引他的 他似乎并不缺钱 听听他说什么 陆离也很好奇 他找我买情报 想知道咱们的副本进度 我应该怎么回答 曙光的通讯系统很完备 只要不操作失误 并不用担心那边的筷子 听到一人泪撇绕纸柔和陆离在说什么 让他出嫁 陆离甜甜嘴唇 一百万 只买一个消息 我日 这些家伙挣你马 有钱啊 为了一个消息 就出一百万 一人泪撇绕纸柔 非常的惊讶 这种砸钱的力度 已经超乎他的想象 他不是没有这么多钱 主要是绝对不可能拿这么多钱去买一个 不能确定真假 而且恐怕毫无作用的情报 加价 一百五十万吧 卖给他们 陆离必须得承认 贪婪是一种原罪 最近 工会太穷 而外面的钱又太好赚 所以不赚白不赚 只要他保留一定的底线 就好 很快 一人泪撇绕纸柔就表示 那边同意了 一百五十万现实币啊 在江南市的城区 可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普通人 如果没个大病大灾 凭着这些钱 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一般的上班族 一辈子也未必能存下这么多钱 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在老三面前了 陆离心里非常恶意地脑补着 荣耀之都 那边知道这个答案之后的情景 一定很心赛吧 事实上 他猜得没错 拿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荣耀之都整个高层 聊天室的人都猛逼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西山白拒绝相信 他亲自参加了黑夏的攻略 打了三个小时之后 放弃副本 欧默克 大王根本就是一个 无法战胜的存在 会不会是他骗我们 反正咱们 也没办法去验证 血鼻也不信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这个消息是真的 情报头子城下 烟波苦笑着说道 他也不能确定 但是直觉告诉他 这是真的 而他干情报这一行 直接一向都很准 真的假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该怎么应对 肖默很冷静 如果是假的 那也就是损失点钱的事情 这条线恐怕以后 都不能用 如果是真的 咱们恐怕就必须 重新进入副本了 我安排人进副本吧 攻略组也得配上 如果裁决之剑 真的打到老三了 就说明 欧默克大王那里 一定有什么东西 被我们忽略了 西山白挺无奈的 但是他也知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荣耀之都的地位 让他们不敢太落后 可以玩 不可以玩太久 问问那个骑士 如果可能的话 把攻略买下来 肖默临走之前 还是说了这句话 西山白瞬间就惭愧了 这种找别人 买攻略的滋味 实在难受 可惜他们 还必须咽了这口气 前段时间 被血色战气对了一下 损失惨重 急需一些高端装备 补充元气 花几百万买副本攻略 看似很亏 但是要想一想 买了之后 荣耀之都那么多精英团 全部进本刷装备 掉率 不管有多地 那也必须有十几件 传奇装备出炉 其中只要有几件急品 就不算亏了 他们居然找我买攻略 脑子进水了吧 一人泪撇 绕纸柔 被刷新了三关 又不是第一次了 这一次 他们打算出多少钱 陆离突然觉得有些牙疼 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 卖攻略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钱倒是不少 只要欧莫克的攻略 开价 直接就是五百万 我现在才发现 玩游戏的 居然这么多土豪 那咱们要不要卖呢 只是老一而已 似乎卖给他们 也没什么吧 一人泪撇 绕纸柔 一开始坚决反对 卖攻略 但是现在一听说五百万 顿时就松动了 他虽然不算是 工会高层 但是和高层走得 都比较近 所以也知道 现在工会是多么的缺钱 不行的 他们拿到了老一攻略 后面就简单了 陆离叹了口气 按下了卖攻略的心思 那我回绝 他们吧 一人泪撇 绕纸柔 听他这么一说 似乎也明白 欧莫克的攻略很重要 别 吊着他们吧 就说 你没有跟着进本 不过可以帮他们想办法 对了 顺便把价格 再抬高点 这样 他们会更相信你的诚意 陆离斟酌了一下之后 做出了决定 攻略 早晚都会泄露出去的 毕竟裁决之剑 把副本打下来之后 要交给下面的 精英团去刷装备 嘿嘿 你真黑啊 放心吧 我一定让他们 被耍得团团转 一人泪撇 绕指又黑黑一笑 对了 老大 你啥时候 带我们打打阿达西亚 我就差一点 就能拿手中荣耀 奖励了 阿达西亚 陆离心中一动 这个战场似乎有猫腻 我本来是第一的 昨天被人抄过去了 他们的队伍太强力 里面有赛手 一人泪撇 绕指又表示很委屈 主要是最近的职业联赛 进入四强争霸 很多俱乐部都解放出来 明星赛手们 或许不屑于什么周榜第一 但是普通的赛手 还是会选择用这类小战场 磨练技术的 第1180章 指挥官 答应了 回头去帮一人泪撇 绕指有几个 打阿拉西战场 陆离现在还是把关注点 放在了即将面对的 这个BOSS身上 在第二次战争期间 沃恩帅 齐齐小队 深入高等精灵的腹地深处 执行英勇的任务 这个狡诈的巨魔 之所以选择加入落败的部落 是为了要成为习战略家 而并非认同黑手的价值观 在沃恩眼中 这卑微阵营的成员 无异于丧家之权 他乐于愉悦不可克服的障碍 并享受因此获得的满足感 二战失败后 他退居黑石塔 在这个囚龙一般 狭小的地方舔尸伤口 偶尔还要遭受 暗影猎手沃什加斯的潮梦 指挥官沃恩阁下 期待有一天 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战场上 他宁愿死在那里 今天 他听到了一些动静 似乎暗影猎手沃什加斯 遇到了麻烦 他并不想去帮忙 燃机部族 已经没有了未来 而他也不想再为了一场 绝对无法取胜的战争 而奋斗 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卧什加斯 难道已经被外来者杀掉了吗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接下来轮到了自己 本来以为已经看淡了生死 可在这一刻 指挥官沃恩 突然颤抖了 他的内心深处 竟然感觉到了一丝恐惧 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想死 或者说 不想这么悄无声息地 死在黑石塔这个该死的地方 一路灭杀掉小怪 指挥官沃恩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陆离示意大家 不要太靠近 沃恩的仇恨范围是出了名的广 有时候刚进门 就有可能触发战斗 加状态 吃药剂 一切准备好了 陆离才宣布战斗开始 你们一定没有听说过我的威名 我会教诲你们 什么叫做后悔 指挥官瑟利那人的教导 他是一名巨魔族的巨魔制服者 又是一个玩家无法选取的职业 这个职业的特色 是不仅兼顾远程攻击 还具备非常优秀的近战格斗能力 据说大部分的巨魔制服者 都是非常优秀的格斗专家 上去试试吧 陆离知道这个BOSS 比前面的暗影猎手要困难一些 主要是他的技能太多 尤其是控制技能 一旦他的控制技能生效 仇恨就会转移到下一个玩家身上 所以 MT很难准确地拉住这个BOSS 这个BOSS考验MT的拉怪能力 也考验参与攻略的 各位玩家的生存能力 蔚蓝海峰举起大盾就冲 却被迎头一斧头 劈晕了 制服 指挥官沃恩改变姿态时 随机向一名玩家投掷巨大的斧头 造成3000点物理伤害 并使其昏迷三秒 指挥官沃恩的招牌技能 那是一个虚化出来的巨大斧头 速度非常快 让人躲无可躲 命中之后会产生激晕效果 如果陆离没猜错的话 激晕的时间是三秒 P1阶段只会扔一把斧头 P2阶段就是两把 最难的 P3阶段会一下子丢出来三把斧头 对于制服这个技能 其实也简单 一把斧头的时候 丢的速度最快 没办法躲 干脆就站着别动等效果结束 两把斧头的时候 虽然会瞄准两个人丢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踪技能 两把斧头丢出来的速度 要比一把斧头要慢一些 这个时候 就看玩家的反应速度了 躲开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不过两把斧头和三把斧头 各自的攻击会相应地增加 至少比P1阶段的高 三把斧头同理 只要学会判断斧头轨迹和躲斧头 这个技能就没什么威胁了 当然 想要达到要求 那必须是一个团灭好几次的过程 蔚蓝海风被劈晕了之后 飘灵赶紧上去接怪 他们两个配合起来 还是非常默契的 因此 这个常常会团灭的地方 幸运的并没有发生意外 顺劈斩 指挥官沃恩 对当前目标 极离其最近的盟友 造成物理伤害 最多可影响三个目标 如果飘灵没有拉住怪的话 指挥官沃恩 就会选择最有可能 P中三个人的目标 劈出这一斧头 P中的人越多 攻击越高 那Boss批中的 就只能是他一个人 单个人的话 是批不死人的 P一阶段最难的地方 就在这里 既然安稳度过了 那就万事大吉 很快就进入了 P二阶段 当指挥官沃恩的生命值 降值65%时 他将改变战斗姿态 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 招牌技能 制斧丢出来的斧头 也变成了两把 这两把斧头的攻击伤害 从P一阶段的3000 变成了4000 而且 这个阶段 Boss不太吃嘲讽 很多情况 是满场万跑杀人 拳击 上钩拳和脚踢 三连击凭凡用出来 拳击会对随机选中的目标 造成物理伤害 并打断其施法 持续4秒 如果这个时候 被拳击的人 不尽可能地远离Boss 就有可能被上钩拳 指挥官沃恩 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 并将其击退 击退之后 还不算完 如果玩家还是不跑的话 下面就是脚踢 指挥官沃恩 猛踢当前目标 造成物理伤害 并使其昏迷两秒 任何人被三连 都是死亡的命运 第一个 被连的是肥猴子 他陡然间碰到这样的攻击 没来得及 反应就被直接干掉了 后面大家就学乖了 在陆离的提醒下 至少知道 在被拳击之后 立刻逃跑 真正造成伤亡的 还是指挥官丢出的 那两把斧头 一把P中小巴将 一把P中猫猫爱吃肉 两个家伙 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就全都被秒掉了 这样 根本没办法打下去了 就算勉强进入P3阶段 也不可能打掉boss 继续坚持一下 你们看我怎么夺斧头 陆离并没有立刻放弃 而是选择现场教学大家 怎么夺斧头 指挥官 狠点面子 很快就冲他丢了斧头 一把对准陆离 另一把对准蔚蓝海峰 蔚蓝海峰 本来也想炫一下走位 和陆离一样 教导大家怎么夺斧头 可惜他的行动根 不上大马 还是被斧头命中了 好在他的血量更厚 这样4000点伤害 还不至于承受不了 陆离就不一样了 他当才被斜坯刮了一下 血量只剩下一千多点 如果被命中的话 直接就挂了 治疗职业 本来想要给他加血 却被他拒绝了 陆离显然是对自己躲避制服 非常的有信心 在斧头丢出去的时候 陆离就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他先是朝左边移动了一步 然后猛地扑向了右边 斧头和他擦肩而过 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这是怎么办到的 实在是太厉害了 大家看得心惊肉跳 给我加血 然后下一个被丢斧头的人 听我命令 陆离从来都不装英雄 他不可能就那么点血量 一直袖操作 等血量加满了之后 很快就轮到了下 两个被丢斧头的人 一个是月光 一个是芝麻馅汤圆 汤圆朝左走半步 然后立刻回来 陆离喊道 月光估计自己就能躲 他只需要指挥芝麻馅汤圆就行 可惜芝麻馅汤圆 尽管照着陆离的命令去做了 但是终究还是晚了一些 他直接就被秒掉了 让人惊讶的人 月光居然也没能躲掉 汤圆太晚了 月光太早了 陆离点评了一下 他们的躲避动作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够躲过去的 月光很纳闷 他的反应和操作 并不比陆离差多少 而且他刚才已经观察了 陆离躲避的动作和时机 觉得自己已经没问题了 制斧这个技能 之所以难躲 那是因为 斧头丢出去之后的那一瞬间 Boss还能够控制斧头的方向 你躲那么快的话 Boss只要调整一下方向 你就没命了 汤圆那个恰恰相反 躲得太慢 根本不需要 Boss调整方向 就直接把你劈死了 挂了这么多人 这一次 也就到此为止 第二次从头再来 重点 还是学着躲斧头 每个人都要回躲才行